地熱能 在地殼以下是熱騰騰的熔岩 溫度超過1000攝氏度 在一些地殼比較薄弱的地方 熔岩還會流出地面 於是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 就想到用來自地底的熱 來產生蒸氣、推動發電機、生產電力 例如畫面上的建築物 就是其中一座在冰島靠地底熱力運作的發電站 由此可以知道 熱能的確有實際用途 而那些來自地底的熱能 稱為地熱能 那熱能是怎樣躲在物體上的呢? 在什麼情況下 熱能會由一個物體傳到另一個物體呢? 是不是越熱 溫度越高的物體就一定越多熱能? 就在這一課 我們會探討熱的本質 解答這幾個問題 最後我們還會看看 如何利用地熱能來發電 好,請進 箱子 平均 先進 家 壓力 融